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饮食 您得说了 一开始你们仨怎么就吃上了 我们这不叫吃 我们这叫品尝 品尝完了以后 把这道美食好介绍给大家 这位大家熟悉 于师傅 这位大家其实也熟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云生 于世青 中国烹饪大师 国家级双正评委 全国烹饪大赛面点金牌状元 云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 怎么样 云生 喜欢不喜欢吃 喜欢喜欢 我想知道 这是什么馅儿呢 这喝好吗 有这样的吗 那是我的 这没馅儿 于师傅 于生也喜欢吃这个 我想观众朋友也喜欢吃这个 特别过年了嘛 咱们得做点跟年面有关的这样的美食 好不好 今天做什么 咱们就做一个白果年糕 白果年糕 好 过年讲究吃年糕 大家一般都是直接买现成的 其实自己在家里也能做出好吃的年糕来 做法很简单 关键是要掌握几个小窍门 接下来我们就跟于师傅学做这道白果年糕 今天的主料有糯米粉 紫薯 配料有糖桂花 红枣 葡萄干 瓜子仁 白糖 既然叫白果年糕 果料的种类自然就很丰富 选择余地也很大 首先咱们来看看 有哪些果料适合用来做年糕 做这白果年糕 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外里加的 我们今天选择这几样 只是比较家常一点 大众一点 其实还可以有很多很多 对对对 一些干果类的 一些果谱类的 就是干果嘛 你看 腰果啊 核桃啊 瓜子仁啊 还有什么杏仁啊 一些果谱行吗 可以可以可以 你比如这个红枣 我觉得咱还可以有别的 比如说山楂 可以 比如说杏蒲 可以可以 这么还可以调节一下口味 都可以啊 咱们今天不可能割它一百种 咱就用这几种样子做个例子 然后您家里有什么呢 您可以自由发挥 白果年糕啊 这个首先得有面 有面 我选择的这个粉呀 就是超市能买到的那个糯米粉 糯米粉 对 超市就我卖的 对 它也叫水墨糯米粉 半斤左右的糯米粉 我们呢 给它加进差不多有三两左右的水 半斤 多一半 糯米粉呀 有一个特点 它呢 是粉质比较粗糙 所以吸水性特别强 我们在加水的时候呢 适当地多一点 给它活的什么感觉呀 活的呀 就是几乎全是变成这种块状了 就行了 就可以了 活面讲究三光 三光 盆光 面光 手光 对 今儿这面 就黏 光不了今儿子 看看余叔 这面活成什么样 余叔 她给您出个难题 她想考考你 你看见没有 她出这难题是难不到我的 因为只有用热水才能粘在一起 我现在用冷水活 来点热水吧 来点热水 好 非得让您不光 对 本身呀 这糯米粉的特性就是 只有说蒸的时候 加热以后它才粘呢 然后冷却了以后呢 粘钩它不粘 这个状态呢 我们基本把它叫什么呀 先给它湿润了 湿润到这个粉子 变成这种状态以后 我们呢 给它稍微加一点糖 加点糖 对 咱们开始活着吃 加糖的目的是有点甜味 调节一下口味 然后如果您说又怕吃糖 可以用什么呀 木糖醇来代替 如果说连木糖醇都不割呢 也可以 可以 人家这日子过得太素了 不是木糖醇 有人是一点甜味都不想吃 到这会儿呢 还有少加一点色拉油 让它滋润一下 色拉油啊 少加一点 这会儿呢 我们再一次的吹它 这水劲这么糊 你看啊 加上油就光了 对 它感觉很润 哪儿都不粘了 把那个面呢 先搁一边 先让它滋润着 然后呢 咱们今天做这年糕呢 然后做了 加了一点紫薯进来 所以呢 这紫薯 这紫薯 这儿还一块呢 这儿还一块紫薯 这紫薯 要是猛一看就是白薯 然而是紫的 紫的 你看啊 这紫薯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 还真是 这个 你知道都什么营养吗 它这里边最主要的含有花青素 花青素 对 抗氧化剂 非常好的抗氧化剂 而且这个紫薯里边啊 它的这个花青素抗氧化剂的这个作用 要比维生素C高出大概20多倍 是 比这维生素C高出50倍 另外 它这当中呢 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像维生素C 维生素B 维生素A 还有18种氨基酸 这个增强免疫力 所以这个紫薯别看它不起眼 如果有可能 想方设法得多吃点 我们呢 把这个紫薯呢 把皮给去掉 去掉之后呢 给它切成这种那个 双厚一点的块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会儿要用这个紫薯的 打成那个泥 如果切得太薄了 反而倒不利于打泥 这么呢 上锅来蒸它 这个到底什么道理 切厚点容易打泥 切薄点不是太容易打泥的吗 因为这个不管是紫薯啊 还是白薯 还是土豆啊 它都属于薯绒类的 切得稍微厚一点的 它吸水性就少 就不会大量的吸很多水 完了这个出来之后 它就吸了 这么着呢 切得稍微厚一点 出来那个绒的会很干 我们把刚才和的这块面 给它一分为二 为什么一分为二 分出一半 因为这一半呢 加紫薯是 给它做成那种双色的 明白了 今儿这年糕俩啪啥 双色的 这会儿就用到我们那个糖桂花 这一半 给它加上糖桂花 开始在和面的时候呢 一定要给它和成这种粉子状 这样呢 我们后续的工作呢 做起来就好做了 糖桂花肯定是稀的 万里加的时候呢 就不至于粉的太软 对 如果那开始和的太软了 这会儿一加更软了 再蒸完就拿不起来了 对 你看 都是一步为下一步铺垫 高科技啊 这是 高科技算不上 反正是 还是比较科技 开始在加糖的时候呢 你看 暖了吧 也是适量的加 也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会儿要加糖桂花呀 加一些果谱啊 都是甜味的 这如果一开始加太多了 后来就厚了 对 没错 行 好 这个还是把它放在一边 放在一边 好 我觉得这蒸的也差不多了 行 我看一下 你看看啊 熟了 对 拿筷子一放 我闻起香味了 我来吧 我来吧 没问题 我来吧 行了 我来吧 光说不动 我们还用这个盆 因为它这个是粉质性的啊 我们直接往里吹就可以了 哦 就直接就这么和进去了 对 就不用再给它 再打成绒 再加进去 直接往里吹 它就全酥烂了 嘿 这个你可以想象 这年糕要蒸出来 这颜色多漂亮 嗯 有点像这个 这紫色的花叫什么类的 玉金香还是叫紫罗兰 叫紫玫瑰 紫玫瑰 真浪漫 浪漫 我说一下咱们加紫薯的量啊 因为这个糯米粉啊 粘性很大 然后呢 我们那个加紫薯的量呢 可以适当地加一点 这不是说的那个 面特别软 我们你多加点是没问题的 哦 对对对 把这味吃得足了 对 有点像香于那个冰淇淋 你看有没有 对对对 没错 里边还有颗粒 哎呀哎呀 颗粒 其实有一点颗粒挺好的是吧 可以啊 有一点颗粒 偶尔的吃一块紫薯的颗粒啊 也是口感也是挺不错的 嗯 面呢给它和成两种颜色 嗯 然后呢一种呢是带有紫薯的 好看好看 一种呢是有桂花酱的白色 嗯 我们现在呢开始做年糕 做年糕 好 做年糕的时候我们借助一个工具 借助这个保鲜膜 这样制作起来呢 又 会很方便 在保鲜膜上做 哦 因为什么呢 怕粘 是不是怕粘 对 然后找一个呢 蒸年糕的器皿 什么都可以 是盆也成 碗也成 或者说那个那个瓷子也成 瓷盘子 对 我今天用的是不油缸的 底下那个稍微刷上点油 刷点油 刷点油主要是 防止粘连 其实有时候要有这个 我看南方啊 经常有这大荷叶铺上 那个好 味道清香 对 而且这荷叶一定得注意 这是盛夏时节 盖的这个荷叶 哦 这还有茄啊 那个时候荷叶才能保证您说的那个气味清香 才能有 我们呢看呀 是哪种颜色多 比如说那个 这个今天紫色的多 我呢 就先用紫色的做第一块 好啊 把它也摁成条 摁成条 糯米面 糯米面的特点不就不适合擀 而且还粘嘛 我们就借助这个保鲜膜 把它包起来擀 这要不粘在这个擀棉棍上啊 粘在案板上 对 你看 这拿起来想怎么干怎么干 包保鲜膜的时候您记住 一定要不要给它包得炎炎湿的 要留出您擀的这个量来 要给它留出余量 对 您看前面有这么多空白的地方 我可以随便擀 保鲜膜有多大 梦想就有多大 嗯 这样 打开以后呢 我们拖这个底 因为拿起来它肯定按舌 往我们的器皿里边这么一扣 哦 给它按实了 再一接 这就是第一层 第一层就出来了 是吧 嘿 你看 到第二层的时候 还用这块保鲜膜 对 还是用这块 第二层我们选择这个 白色的 对 带糖桂花的这个 还是这么擀 还是这么擀 擀成一大片 嘿 我觉得这是个窍门啊 如果说余师傅不说 我估计咱们在家做的话 就得从案板上擀了 那可能粘在哪儿都是 粘在哪儿都是 对 关键是擀完之后拿不起来 嗯 拿不起来 还是把它给打开 走 这就不存在拿不起来的问题 对 对 对准这个 您不用怕说的这个 我粘大会儿啊 直接对准了 对准了 对 再一按 嘿 可以打开 第二块 嗯 假如您要是不怕废事的话 可以做三种颜色 四种颜色 可以啊 比如拿胡萝卜 胡萝卜 那胡萝卜配完那顺 跟我这可能差不多 那个胡萝卜煮了 煮完之后给它打成容易也可以 也可以 可以 然后这块面呢就是淡淡的粉红 橘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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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色白色橘红色 橘红色 对 加点酒菜呀 虾皮呀 那是包饺子嘛 好不 我们这个 明糕呢 蒸这么几层 今天是四层 你归一下 然后这会儿呢晚上边 加咱们这些果仁 果仁 不是 来大枣 来一层 割一层 您家里边也可以啊 那是多食的呀 把这糊要去掉 对 把枣糊去掉 切一切是吧 对 切成颗粒状 这样更便于这枣香味出来 这葡萄干也是 也切吗 嗯 稍微切一切 这都加工好了 对 稍微切切的 葡萄干也切了 碗表面撒的时候呢 到这会儿我们要给它拍上点水 为什么呢 这样粘的比较牢 在拍水的同时呢 拿手这么滑动它一下 把它这层粉浆 给刷出来 你看上面有个糊糊 你看 对 这样再粘上这个 这果仁它就跑不了了 做年糕再变魔术的 一边往上撒 一边还要往下按一按 对 说按一按 让它粘结实了 嗯 我们那年糕生批呢 就要做好了 做好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在蒸锅里 开始蒸 好 蒸 大约再蒸25分钟左右 好 25分钟以后咱们再见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二十多分钟了 好 好 火 行 一看一看这颜色就熟了 这个年糕 看这年糕熟没熟啊 嗯 这么着拿那个筷子 或者那个竹签子 粘一下 如果不带出生粉来 就熟了 熟了 一看就熟了 里边没有刚才咱们弄的生动米粉 带出来就熟了 没有 熟了熟了 熟了 蒸的时候里边会有一些水 没关系 我们把它倒出来 鬼那水都是甜的 甜水 没错 甜水 好 这会儿呢 我们还得利用这保鲜膜 所以您家里一定得买一点保鲜膜 多买一点保鲜膜 先把四边给它活动一下 因为在蒸的时候 它边上呢 肯定会那个 粘一点 对 有点粘点 这个 我们把它给靠过来 靠过来 靠过来之后呢 对 把它扒了出来 你看 可不可以 软和有点 到这会儿呢 我们的年糕呢 第一呢是层比较少 第二呢 只要一蒸 年糕也就这样 都趴了 对对对 所以呢 我们把它给柜子成一块 到这会儿呢 给它从中间切开 带着保鲜膜就切了 对 嗯 切开之后呢 还是给它打开 再打开 对 打开以后呢 给它合二为一 哦 翻个个 对 这就是两边都有果料的 哦 两边都有果料 我们这样呢 可以多做一些 因为要过年了嘛 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块 做成五块 或者十块都可以 我们把它放在阴凉处 或者放在阳台上 嗯 然后吃的时候呢 现在就可以吃了 吃的时候我们可以串一下 你可以煎着吃 现在呢 咱们就煎着吃 我还能煎着吃 当然这块呢肯定是不少 让云童心哥外边给晾了 我呢 还做了一块 对对对对对对 这块呢等它晾凉了 咱就到中午了是吧 那余师傅呢 拿了一块已经晾凉了的 对 一会儿把它走 今天咱们用那块煎 我们就来煎这块 这块你负责搁在阳台上去 您真放心让我去吗 搁咱们搁在阳台上 明天找不着了 今天切大块 切大片 切大片 吃着实惠 可以 这下面五花肉你看 没错 这还是上等的五花肉 五花多层呢这是 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中间给它叠了一下 所以它就高了 五花八层 你看看去 烤肉 好 趁烂八火点上 这碗呢就是玉米淀粉 我们在煎这年糕的时候呢 给它两面都拖一点玉米淀粉 因为我们拖一点淀粉 在煎出来的年糕呢 是第一比较酥 吃起来口感会很酥 因为这层淀粉 在这儿 再其次呢 而且也省得粘锅 为什么要选择玉米淀粉 因为它这劲呢适中 如果又用那种绿豆淀粉 劲就太大了 劲太大了会怎么样呢 吃起来就没有那种很酥的感觉 就不脆了 没有那个酥酥的那个劲 都有讲究 这个火一定不要太大了 因为这里边有葡萄干 都含糖量大 那你给它煎到什么份上 算是可以吃的 起码就软和了 煎到两面金黄 然后这饼身有点软了 就成了 您看咱们北京就是这个白果年糕 白果年糕 里边放果蒲啊 葡萄干啊 果仁放这些 然后到了这个山东 山东出大枣 对 它有这个大枣年糕 大枣年糕 对 山西出黄米面 对 山西的黄米面还是很地道 特别是近北 近北地区 所以它那有黄米年糕 好吃 而且这个河南 河南也有 河南出杂粮啊 杂粮年糕 它有这个杂粒年糕 杂粒 对 这里边添加各种这个杂粒 没错 而到了南方呢 就是咱们说这个水墨年糕 水墨年糕 这个年糕水墨年糕 它还有一个什么特点 您知道吗 什么特点 把这个水墨年糕放在水里边 经年不坏 对对对 您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 打水里捞出来 而且不但不坏 它也不化 对 一点都不化 像咱们有时候一泡 它就化了 这个水就浑了 它没有 难道是我出现幻觉了吗 太温了 就是软软的 我怎么老觉得 这个像扣肉呢 怎么 你看 有点这意思 有点这意思 如果上面再浇点汁 是吧 就一盘扣肉 完了 可以加点梅菜 加什么 好嘞 陈老师 紫薯年糕 白果年糕就煎好了 紫薯年糕 白果年糕就煎好了 紫薯年糕 白果年糕就煎 没人了 这道白果年糕外形漂亮 薯香浓郁 外酥里糯香甜可口 我们来回顾一下制作过程 首先用凉水把糯米粉调开 加入白糖和四拉油 揣匀以后 行一会儿 紫薯去皮切成大片 入锅蒸熟 接下来把和好的糯米面团 一分为二 一块加入糖桂花 另一块加入蒸好的紫薯揣匀 取一块紫色糯米面团 用保鲜膜包好之后 擀成片铺在刷过油的盘子里 用同样的方法 把白色的糯米面团擀成片 作为年糕的第二层 以此类推 共制作四层 下一步 把切碎的红枣 葡萄干和瓜子仁 均匀地铺在年糕上 高火蒸25分钟 蒸好的年糕 仍然用保鲜膜包好 一切为二 两块对折 放凉之后就可以食用了 最后制作煎年糕 把年糕切片 蘸上玉米淀粉 煎成两面金黄色就可以了 煎锅的年糕 吃起来是更加美味 好 这个紫薯年糕 做好了 云生替大伙尝尝 我早准备好了 来来来尝尝尝尝 跟大家谈谈感受 感受一定是特别的好吃 一般胖人都喜欢吃甜的 好烫 怎么样怎么样 形容一下 我们这节目就有一个缺陷 大家尝不着 让云生给大家形容一下 好吃 好吃 就以好吃 它这里边有果腐 还有果仁的香味 酸甜口 真是酸甜 有葡萄干切成的粒粒 再加上蜂蜜 而且再加上蜂蜜更甜 还有它里边紫薯味 紫薯味很香 还有桂花味 不但好吃 关键还有营养 有营养 我觉得观众朋友 可以按照鱼师傅这种方法 多做几块这样的白果年糕 年年糕 年年糕 年年有余年年糕 对 非常年年糕 好 天天饮食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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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